阿美族称木鱼籽为薯柜 木鱼籽到底如何烹煮 一般人都不是很清楚 阿美族人通常会将木鱼籽跟竹笋 腾心 山苏等野菜一起煮 如果再加上西虾 鱼 螃蟹 后卢曼 汤头会更加美味 阿美族人通常会 木鱼籽是阿美族饮食文化的传统食材 采木鱼籽很有禁忌 可以用力拉扯 但不能用刀砍 木鱼籽竹笋 木鱼籽竹笋通常会吃叶子跟清果 没有生死坑盆煮过所成的果实 木鱼籽竹笋 木鱼籽部落推广蔬菜野菜产业多年 看到台东农业改良场说富含荷红树 部落族人也在考虑希望研发 成为部落特色产业 海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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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法务来台东产兵采访报导 给客转达